基隆和平岛公园的游泳池中 在昨天竟然出现了一尾白带鱼 那么就有救生员去抓到了之后 自己在脸书贴文说 上班时间竟然抓到一条 被攻击过快死掉的白带鱼 他就现场处理来夹菜 结果因为违反了园方 不能够裁捕生物的公告 结果遭到免职 园方表示未来将会加强 其他员工的教育训练 以免发生类似事件